平昌冬奥女子高山滑雪 美国女将习弗林 Mkiela Shifrin 在大回转 Giant Slalom 夺金欧新社 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平昌冬奥女子高山滑雪赛事 美国女将习弗林 Mkiela Shifrin 在大回转项目 Giant Slalom 夺得金牌 她透露自己获胜的秘诀 就是在两轮比赛之间打盹 习弗林透露获胜逆 就是在两轮比赛之间打盹路透 据福斯新闻报道 22岁的习弗林来自科罗拉多州 她说第一轮和第二轮赛事中间总会有间隔 15日她夺冠 当天差不多有一小时左右 于是习弗林就在小屋角落的长凳上 戴着耳机汤好汤满 等到第二轮比赛前再起来 习弗林说 15日她并没有完全入睡 出于清醒与睡眠之间 这就是她在比赛时最喜欢的时刻之一 因为那是为下一次上场征战做好准备 事实上 打盹已经成为习弗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她每晚平均会睡10小时 但她醒来后就一直期待能回到床上小气 其实这就是条件不一样的 我永连不一样的 这都不义等于一会儿 在此就说 这真 nah 是条件是条件 п